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呢我们讲解定义列表的标记 我们来一起具体的看一下 首先是DR标记 它呢是定义的列表 第二个呢是DT标记 它呢是定义的关键字 第三个呢是DD标记 它呢是定义的说明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每一个标记具体的定义 第一个DR标记 DR标记呢它是定义的列表 一般用于名词解释等场合使用 咱们看一下它的写法 非常的简单 一个开始标记 一个结束标记 里面呢是定义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一个标记呢是DT标记 DT标记呢 它是DR标记的子标记 用于名词解释的名词部分 咱们再看一下它的写法 它呢在DR标记里面 然后呢写上DT标记 里面呢写上这个名词解释的名词部分 好咱们再看下一个标记 DD标记 DD标记呢 它也是DR标记的子标记 它呢用于名词解释的解释部分 就是说明部分 咱们看一下DD标记的写法 它呢也必须在DR标记当中 然后呢有一个开始的DD标记 有个结束的标记 然后里面呢写上名词解释的解释部分 今天的内容比较简单 咱们来看一下综合的例子 咱们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写了一个HTML 我的标记的解释的一个名词列表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一个DL标记 它的最外层 然后里面呢有一个DT标记 说明我要对HTML这个关键字进行解释 解释内容呢 是在DD标记里面 HTML是这个网页的根要素 或者叫根标记 是网页的最外层标记 接下来呢 咱们再对HIDE这个标记 进行名词解释 解释部分呢 就是DD的部分 网页头部信息描入区域 等等等等 接下来呢 是BODY标记的名词解释 定义在DT里面 然后它的解释呢 在DD里面 网页具体的内容部分 在HTML标记里 只能有一个BODY标记 等等的描述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关于咱们这个定义列表的 实际的网页的例子 就是这个地方 咱们大家看 这是一个标准的HTML5的网页 在Main主内容区呢 咱们先写上一个标题 H1 HTML5的标记解释 接下来的内容呢 和刚刚我跟大家说过的内容呢 是完全的一样 一个DL列表 然后分别对HTML Head BODY标记呢 进行各种的名词解释 好 咱们运行这个网页看一下效果 网页已经出来了 咱们大家请看 在名词部分呢 分别是HTML Head BODY 在名词解释部分呢 咱们大家请注意 有一个小小的缩近 这个呢 是和这个名词部分 所不同的地方 当然默认咱们现在是 这个浏览器的样式 咱们也可以针对于 咱们的实际开发过程中 为DT DD 包括DL 定义咱们自己的样式 好的 关于定义列表的内容呢 我给大家就介绍到这里 非常的简单 今天的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了 开人中国的服务器上 请大家下载 OK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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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